袁术匹夫 他怎么敢犯我城池 启禀主公 主公与守仁北去济州之后 城中有人心怀二义 图谋与袁术勾结 以至于 豪大的胆子 是何人胆敢如此放肆 主公 宗正刘爱宇 为为阳凤勾结袁术 我曹梦德如此心有憾事 然万万没有想到 非诸位 我则无家可归宜 袁术 你等着 自愁我曹梦德必保 刘爱宇在监牢内幅度自尽 既然那刘爱宇是深远 我操弄的就放过他一次 而杨凤素来张扬跋扈 此次必不可输 将其斩于菜市 如此岂不是便宜了那杨凤 如此你想何为 自古意图谋反之事 向来是诸九族 依我之见 禁术杀了以警校友 主公 杨凤虽是罪该万死不假 然其族中众人皆是无辜 若是主公能从宽处置 天下人必弘扬主公仁死 那就将杨凤主底重宫 族中男子禁术重军 至于女眷 就按大汗惯例 主公 如此如此可好 此时你们与守人商议着办吧 我先要去一处 主 文弱 莫要喊了 此番曹大人非去不可 主公 陛下 缘何会到如此地步 欲甚是不明 宫中那些人何其愚蠢 启禀陛下 沸亭侯虎坟中郎将曹大人求见 就严阵禁约身体不适 不见 这曹大人说了 今天 今天定要见陛下一面 他竟然敢如此说 他 他 岂有此理 岂有此理 国账 事到如今 你让朕如何处置 呃 伯达 可有良策 此刻已非是陛下不想见 也能不见的 不过陛下也大可安心 曹操只是想要一个说法 说法 他为臣 朕为君 岂有陈相君要说法之事 罢了 你二人退下 朕要单独会见那曹梦德 陈曹操 拜见陛下 爱卿平身 爱卿 你 要做甚 陈斗胆敢问陛下 陈自私不曾窥待陛下 陛下为何要如此待我 爱卿 爱卿 缘何如此疑问 天地可见 陛下 微臣可有窥待陛下之处 陛下为何要纵容留爱造次 窥待 爱卿 邪治 何等身份 恩 朕乃大汉天子 你乃我臣子 你竟然出言说窥待二字 究竟你是君爷 我是君爷 好好 想我曹梦德 新幽汉氏 竟落得如此待遇 好 甚好 如今 臣只想问一句 臣可有付过陛下 恨 恕臣冒犯 时事臣心中愤怒难耐 无从发泄 还请陛下给臣一个说法 曹梦德 你说你新幽汉氏 可振到了许昌之后 大汉朝堂 形同虚设 大小诸事 皆是在许昌刺史 府邸办理 朕来问你 如此朝堂事来何用 陛下 你太不将阵放在眼里了 让阵给你一个说法 你倒是说 你要阵给你一个何等的说法 陛下 父臣 曹梦德 你可敢对天发誓 言你领兵入长安 仅仅只是为了救驾 而不是看中阵头上那天子明号 我曹梦德自渴对天启示 往日 不曾有半分窜你之心 如有半句虚言 天地不如 陛下 悲臣告退 莫非此人当真是国之洞娘 可曹梦德今天的行为 有将阵当成大汉天子吗 先生竟是当今三宫之一 惭愧惭愧 人只是师尾素餐而已 三宫之名 何其响亮的名号 先生当真不负贤良之名 老爷 王老 劳烦你替子龙将军 腾出一处空房 子龙在许昌 不曾有居地 要在府上 住的些十日 是 老爷 将军这别请 不敢当老人家 多谢先生体恤 子龙哪的话 对了 王老 人的两位爱妻 可在府中 启禀老爷 夫人均在府中 那我先 收人 可在府中 孟德 你太不够意思了吧 说好了这几天 都不找我的 收人 操心中甚是苦闷 可愿于我大醉一场 孟德 要喝酒 在人府中即可 为何要跑酒楼来 冻死我了 有什么不痛快的 说出来我听听 非是不痛快 而是大师所望 大师所望 收人 陪我喝一杯 好 来 想我曹孟德 如此中心憾事 没想到险些 连家也不得归 天子 天子父 来 哥 若是他人在此 必会说句盛言 为何守人 不如此劝我 劝 为什么劝 若是闷在心中 反而对身体不好 孟德 大可说来 人息耳恭听 守人 真乃妙人 随后 曹操便将去皇宫 找天子的事 一一说出 孟德 凡事弹求 问心无愧即可 人与人的冲突 不外乎利益 立场 立场 利益我明白 这立场是什么 立场就是 一个人认为 对的事情 但是另外一个人 看来 就不一定是对的 就是所谓的 忍者见仁 智者见智 原来如此 陛下说某专权 守人 你也看到了 朝中百官 除开个别 禁属如董城之流 就算是某愿意 麾下众人 也不会答应 我记得孟德的志向 乃是平定天下 还天下黎民 一个安平圣志 对吧 不需管别人说什么 孟德只需要 把持本心即可 守人方才说的什么 把持本心对吧 对 你在想什么 守人 我记得你的志向 好像也是让百姓 万居乐意 却是不曾提起天子啊 自古以来苦的 皆是百姓 经百姓苦 王百姓苦 至于天子 如不是天子施政 天下又岂会如此 某明白了 你明白啥了 守人 某可对天启示 子生不辜负 治下黎民 还望守人 亦如既往 说我平定天下 那是自然 哈哈哈哈 陛下又要拜臣 臣还要平定乱世 跟他生存广 但 我们这边 女儿 对